Hello,我是Cheryl,今天是加拿大移民干货,因为这两天呢,我简直是曾以为自己可以摸鱼,没想到忙疯了 3月19日呢,加拿大的BC省移民厅发布了辩证信息 那今天我会从现有政策、新政内容、实施时间、注意事项和解决方案几个点来给大家分析 目前BC P&P呢,是有两个毕业生的通道,一个是International Graduate,一个是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这次辩证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后者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tream,也就是在BC省就读STEM理工科硕士的朋友们 目前的政策是,只要就读BC省特定学校和专业的硕士或博士 毕业以后呢,是可以直接申请省提名,不需要语言,不用工作经验,不用算分,不用进池子,不用抢名额 在很多次跟客户一对一的咨询或者是直播中呢,我都有发表个人的看法 就是这个项目会变,每个省省提名的配额是有限的 越来越多人到BC去读STEM的硕士,对BC移民厅来讲,这种现象肯定不能持续下去 新政下呢,会有三个通道,都是针对BC的毕业生 第一个是本科通道,毕业后需要有全职的永久job offer 那第二个呢,是硕士通道,要求是必须要有一年的全职job offer 但新政下呢,并不限制所读专业,文科、商科、理工科、毕业生都有机会申请 那第三个呢,就是博士通道,不需要任何工作,只要毕业后即可直接申请 新政下,语言也相应的提高了,除了医疗类外,其他均需要CLB8 也就是雅思听力7.5,其他三项6.5,或者思培4个8的 那新政的细则,包括是否会变成打分制,还是对工作经验有什么特定的要求 会在今年下半年公开,实施的时间是在25年的1月份 那这次BC更新的页面呢,也是非常直白的说到 我个人觉得他其实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一个捷径,有很多人是冲着这个项目来BC读硕士的 那对于他们来讲,毕业后直接申请移民的捷径时代就即将不复存在了 新政下增加了job offer要求,就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来看 那的确是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但是我们乐观点看,新政下呢,对于非STEM专业的硕士毕业生 或者本科毕业生来讲,那目前看起来是利好的 接下来是解决方案,如果你已经加拿大BC省硕士STEM专业毕业 那么请尽快的联系我,赶紧准备材料,立刻把省提名递交上去 如果你将在24年内STEM专业硕士捷克 那也请立刻联系我提前准备所需要的文件跟材料 确保你在毕业时可以直接递交省提名申请 千万不要出现材料准备不完全,到时候才发现 耽误了递交的时间 我知道有些朋友们会在24年底才结课 那对于你们来讲呢,可以尝试跟学校商量 是否可以修多一点科目,让你们提早毕业 尽早的拿到毕业信和最终的成绩单 那对于一些还没有本科毕业或者在海外 计划通过读硕士拿PR的朋友们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情况多方面考虑 是否还有继续在BC读硕士的必要性 还是说转占其他的省份 大家需要一对一咨询的话也可以来私聊我 同时呢,建议大家去刷语言 CLB8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高的语言成绩 如果你雅思觉得有点偏科或者是分不高 可以去转占PTE或者私培 尽量在新政开始时就拿到一个CLB8的语言成绩 无论本科还是硕士,现在已经在校外开始工作 那么你们的校外工作也继续好好干 千万不要丢掉 没找到工作的朋友们 也记得找工作这件事要提上日程 但是请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去买雇主 因为在加拿大买卖雇主是违法违规的 移民项目不论是各省的省提名还是联邦 一直都在变化,永远不会一成无变 把握出所有可能的机会 赶早不赶晚,千万不要拖拉 做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就可以了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 有任何移民消息会及时通知大家 所以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见,拜拜